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美國大選過後 特朗普和蓬佩奧的對話強硬步伐 並沒有因此而緩慢起来 在11月中的時候 特朗普就簽署了一道行政命令 專門針對那些涉及中國軍方背景的企業 就是要限制美國的公司和個人 對於這一類型的企業進行任何的投資 這一道行政命令的影響 現在逐漸就浮面了 根據彭博社的報導所說 紐約證券交易所發佈了一份通稿 裏面提到 準備要將中國的三家電訊巨頭除牌 包括中國移動通訊 中國電訊和中國聯通香港 這三家電訊巨頭 在1月7日至1月11日期間 將會暫停交易 並且會展開除牌的程序 彭博還說 這三家公司分別都有在香港上市 收益全部都是在中國的境內實現 除了在美國上市這一點之外 這三家電訊巨頭 在美國就沒有具有任何的實質意義 某程度上我都同意彭博這個評論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這三家公司本身就已經在香港有上市 他在美國除牌 只不過他沒有在美國玩 但是 這三家電訊巨頭 並不會是一個終點 大家都知道 特朗普和蓬佩奧 在接下來的這個日子當中 一定會不斷地加速 之前就已經有幾家的大陸的企業 被美國的證交所除牌 現在又多三家的時候 象徵意義高於一切 而且這裏的行政命令 是好戲在後頭 為什麼呢 因為裏頭列了一個條款 就說 凡親已經是投資了在這些具有大陸軍方背景的企業的投資者 就必須要在365天之內 是完成撤資的 換言之 這些股份 肯定就會出現沽售的壓力 差在他什麼時候賣 因為講明說在一年之內 365天之內就要賣走 到期時的情況 肯定壯觀到不得了 當然 究竟哪一個將會上任成為新一屆的美國總統 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是由特朗普成功連任的話 當然他現有的政策 一定會得到延續 這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不幸地是由拜登上任的話 特朗普現時所推行的政策 延續性就有疑問了 因為拜登曾經說過 說他一上台的時候 就會馬上推翻若干特朗普時期的行政命令 到底是否包括這一條 沒有人知道 因為這個拜登 懶神秘地沒有說 當然他目前上不上任都未曾百分百 所以究竟哪一個上任也會有很大的影響 但是 目前大家就會看到 特朗普政府仍然是想加快中美在金融方面脫鉤的部份 好了 跟著下去 又再看看 這個 大陸方面 到底怎樣還擊 大陸 這個銀保監會 昨天就出了一篇新聞稿 那個標題就叫做 堅定支持金融機構 為包括香港和內地公民在內的所有客戶 提供公平優質的金融服務 當然他這裏所說的所有客戶 就是涵蓋那些 被美國政府制裁的人士 這篇新聞稿裏頭就這樣說 說中國銀保監會的相關部門負責人就提到 美國依據他們的國內法律 單方面對我國公民和法人實體實施制裁 是違反了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主權就不用談判 核心利益也是不可能讓步 我們對此絕不承認 絕不接受 美國所謂的制裁措施 在中國內地和香港特區 都不具備有法律的效力 我們要堅定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和發展利益 堅定支持金融機構 依法合規開展業務 為包括香港和內地公民在內的所有客戶 提供公平和優質的金融服務 這篇新聞稿就這樣說 那就是那些被制裁的人士 都應該是獲得公平和優質的金融服務 問題就來了 為什麼包括了中資銀行在內的金融機構 對於這份制裁名單都好像是煞有介事 我們又舉些例子 比如說那些受到美國制裁的人士 他們在中資銀行所承造的按揭 可以忽然之間還清貸款 比如說鄧炳強 他曾經承認 被銀行局部暫停服務 不過哪家銀行他就沒有說 但是有媒體查出了 原來他名下在智庫花園 正在供一個單位 在美方宣布制裁三天之前 他就簽妥了一份文件 由匯豐銀行轉按至中銀香港 後來在11月的時候 就忽然之間還清了所有的貸款 轉按了三個月之後 又忽然之間還清了 豈不是佛息也虧了 不知道 這三個月就馬上還清了 他這個舉動是不是為免中銀香港尷尬呢 為什麼忽然之間還得那麼急 還有的就是 另一位被制裁的人士就是劉刺偉 他原本名下有一個物業就是西半山的家庫台 就在創興銀行成造按揭 後來 就已經還清了這一筆款項 究竟為什麼會這麼急 是不是避免中資銀行尷尬呢 現在銀保監會出了這篇新聞稿 又是否意味著 這些被制裁的人士可以回到中資銀行的時候 加按自己的房子 真的不知道 他說要為所有客戶提供公平和優質的金融服務 另一個問題就是 林鄭自己承認過沒有一家銀行願意向他提供服務 而且他現在出糧就是現兜兜 以現水出糧 放到一屋都是銀子 在禮賓府那裏 他就說如果不拿那麼多錢還可以放在庫房 但是拿的話就放在家 OK 他曾經這樣說過這些東西 接受有線訪問的時候 為什麼中資銀行似乎對他有愛莫能助 中資銀行會不會為他 開回一個戶口 讓他放一些現金 存款 是不是 他這麼多錢 放到一屋都是 很危險 銀保監會的這篇新聞稿 是不是意味著 林鄭可以回到中資銀行那裏開戶口 我又真的不知道 反正就是 究竟有沒有一家銀行或者金融機構 願意冒著被美國 疑似制裁風險來服務這些人 是成問題的 當然 他說的就是一套 銀保監會 但是實際操作來講 根本上就是另一套 萬一被美國 商務部或者財政部 查得出這些東西 然後去處理罰款 那個金額是可以很厲害的 到時 難道那些金融機構 找回銀保監會 是不是 你都不會 理他 所以來講 銀保監會這篇新聞稿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表態高於一切 就擺個姿態出來 實際上那些銀行怎樣操作 也都不是輪到銀保監會可以說得到事 但是大家就會看到 在過去那幾天 大陸就已經是連環出招對付美國 先就是阻撓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 去放售那一塊位於壽山川道的宿舍地皮 然後銀保監會又出了這篇新聞稿出來 重新 中方的立場 為什麼 中國會對於美國的態度 好像漸趨強硬 我相信 中國和歐盟之間 就著這個投資協定達成共識 完成了談判 是有莫大關係的 因為中歐之間已經是加強了合作 然後歐盟完全是不聽美國之敵 美國無論是 現任特朗普政府的 經濟顧問 或者是拜登的所謂過渡團隊 都有不斷地喊實 歐盟就不要簽這些東西 顯然就是不買美國的賬 歐盟聽特朗普之敵就很正常 因為在過去幾年 特朗普就高舉美國優先的政策 跟歐盟罵得不是很愉快 尤其是德國肥婆麥克爾 就一流都是不托特朗普的 不聽特朗普那些經濟顧問 白宮顧問所說 很正常的事 而且這些也是拜登那些人 在整天救病特朗普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說特朗普搞單邊主義 是不跟傳統的盟友合作 現在問題就是 歐盟根本也不聽你拜登之敵 但是我自己認為 這樣做歐盟也是可以理解的 別人聽你之敵才奇怪 為什麼呢 別人一打開那個 旺跡 拜登從頭到尾都是展示出你親中的一面 而且也是被人看到你是視財如命的 現在你弄了一大堆的過渡團隊 那些顧問 去勸了歐盟簽署這個中歐投資協定 你憑什麼基礎叫別人不要這樣做 我作為歐盟的小國 我更加不會聽你拜登老點 就是拉克爾是老點 拜登更加是老點 與其大家都是老點的情況下 不如聽個近一點 聽個肥婆老點 起碼來說現在只不過是達成了一個共識 其實就沒有簽署任何的文件 那些細節的東西 那些條款 還需要多一年的時間來去磋商 現在就談好了一個大方向 其實現在中歐之間的投資協定 你可以當作是一個 諒解備忘錄的基礎 裡面那些具體的條文 還需要多一年時間來去磋商 才是可以正式執行的 那大家試想一下 歐盟裡面有那麼多的小國 現在起碼跟大陸簽訂了這件事 他還有位置走盞 萬一聽了你拜登老點說不簽的時候 那就沒得走盞了 人家最慘是擔心一件什麼 就是萬一你不幸由拜登上台的時候 你會不會一個扔彎然後踩油 一個天你自己去了 跟中國合作 然後就賣掉歐盟 豈不是讓你賣掉豬仔 人家會擔心這些東西 因為你那個往績 被人看到 你根本上從頭到尾都是親中的 忽然之間你現在都未曾上台 你都未是總統 你都不知道以一個什麼的身份 來號令天下 叫人家不要簽 那人家怎麼會聽你知笛 一定是不聽 我作為歐盟小國的領導人 我都不會理會他 是不是這個傻子 你往時親中 做八年副總統的時候 現在你還未曾做總統 就叫人家不要簽 那你怎麼樣 你又說要降低對華的關稅 你的路向其實都是對華有善 為什麼你不被人簽 你說要對華強硬 你完全沒有往績 被人看得到你是對華強硬的 除了現在只要叫人家做之外 你自己做了什麼 你想想歐盟的小國 他們都要生存的 是不是 何況就是現在都未曾實施 其實中歐投資協定 大方向定了 到底那些細節是怎樣 其實還是有空間來操作 問題就是 你拜登出到聲 叫人家不要簽的時候 那些歐洲小國 為什麼沒有一個人 是願意站出來 否決呢 就是這個意思 怎麼會聽你拜登說 你拜登有什麼說服力 是不是 國與國之間 一定就是利益行先 難道跟你拜登講義氣 義氣都不是跟你拜登講 大哥 是不是 一個視財如命的人 你跟他說義氣 就是找自己笨實 所以呢 歐洲和中國簽署這個投資協定 而沒有聽到拜登和左媒的腦點 其實是可以理解的 實情不能夠理解的一件事就是 喂 當特朗普說要對華強硬的時候 你那幫左媒或拜登陣營 就在那裡嘰嘰嘰嘰嘰 喂到你現在貌似 好像要準備掌權的時候 你又在這裡 又說要對華強硬 你到底你的取態是怎樣 歐洲的國家你都不會相信他 是不是 他做八年副總統 沒有一件事是對華強硬 忽然之間說叫你對華強硬 哪有那麼傻子 好這把話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